春節九天連假的第一天 交往部長王國財視察高工局的時候 就表示說 今天的交通量比往年少了百分之九 推估和假期分散 以及天氣有關係 預估初一到初三會湧入南下的車潮 讓了初三到初五則是北返的車潮 交通的狀況都會比較差 挖土機不斷來回 不停地清理 坍塌的土石 要盡快地做搶通 這裡是花蓮玉裡的赤柯山 產業道路 因連日豪雨沖刷 導致土石崩落 道路中斷 經過工程 當位的搶修 終於在下午三點三十分 恢復通車 春節連假第一天 不少在外地工作的民眾 陸續搭車或開車返鄉 從高工局的路況顯示圖 可以看見 國道的路況還算順暢 時速都能維持在八十公里以上 交通部長王國財道高工局視察時表示 國道路況良好 初步分析是除夕前有三天分散車潮 王國財表示高工局分析初一到初三將湧入南下車潮 初三到初五則是北返車潮 預估交通狀況會比較差 建議用路人可利用替代道路 而廉價第一天全臺各地有雨 氣象局表示受到大陸冷氣團南下 中部以北東北部以及東部天氣轉冷 冷氣團預計影響到除夕 氣象局表示中部以北已經移花天氣轉濕冷 入夜後各地低溫約十五到十八度 民眾一定要留意溫度的變化 注意保暖 記者為邱丘福財 彭耀祖溫家凱 台北花電報道 政府需要為邱丘福財 公司立美式通過